好,回到論場新訊號,有大隻Sam在這裡 哈囉,哈囉,哈囉 今天我們的港股,其實也不是今天 這個星期都是在超級窄覆徘徊 當然是在等待大消息、總統大選 還有議式的情況 都不相差了,等到今天 我們看看資金流,有沒有特別的過股 大家也有部署或準備一下 港股的資金流,上星期來說是小疑貨 一來整個焦點環球來說,不在港股上 二來港股本身的資金流,你見到也比較靜一點 大肆成交,到今天應該是再縮多一點 到這一刻,現在成交是865億 對,因為我今早早的觀察看,頭半個小時的同比成交 都是在縮 所以今天應該全日成交,很大機會都會再縮 你看到那個波幅也是在縮 其實跟上星期一已經在說,都是整固,在等消息 其實格局沒有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又過了一個星期 包括你看資金流也是,你見到十大流入 其實數值你見到也挺少的 很短,你看到那條巴幅是很短的 其實你不報處的人是不多的 反而有些人其實都去到差不多 他之前有一些倉位,不打算過個消息市的話 其實都分批地吃一下,有得吃一吃 有吃不吃最大惡極 或者說有得走的就先走了 所以上星期的資金流是這樣的 今早反而是多一點的 今早進入的資金,數目多 但是每一柱的注碼見到其實是不大的 看到有些比較散的資金 好像是想在臨開股之前博一個活動 博一個活動的資金 這些資金今早就有 至於選擇的話,是分散的 焦點就沒有什麼 包括你說今天,車股今天做好了 車股其實都有 又或者說,例牌博一些大的,譬如ATM 或者博一些之前說的那些內險 今天都有,但相對就比較分散 嗯,OK 今天看到其實也是,小米繼續可以看看 繼續在升,另外就是 你說的車股,例如1211 今天都升得比較多 其他就真的沒有什麼大的動作 還有就是信達生物,1801 今天都是升得比較多 你說如果今天的話 其實跟上星期一說過 上星期一有說成交縮,波幅縮 大家的興趣縮 但是有一樣東西沒有縮,就是那個波 嗯 看到上星期一有跟大家說過 關鍵指標,港股一定是看著VHSI 說其實看到高位浪著是不下 甚至乎反過來要升一點點的時候 反映整個旗權市場 即不單止是倫場 整個旗權市場那邊在定價上面 其實都是偏保守 即是都覺得後市呢 雖然這兩個星期來算是沒有什麼波幅 但是他們並不是覺得後市都會繼續換 反而都保守一點點 譬如你看到旗權市場那些莊家 很多時候去銷售一些產品的時候 他們都要銷售貴一點 因為都怕後市 就那些波幅縮開始 消息落地之後都出來 嗯 這個現象去到今天也是繼續維持的 對 因為可能大家都期望 就是有些風雨欲來的前夕 這陣子就是比較平淡一點 難怪你中文那麼好 風雨欲來 然後就等爆邊 所以 我只是想說你後面那句 等爆邊 等爆邊 我看到剛剛有人問牛熊 牛熊的話 我今天其實不是很相比 因為除非你說今天薄 然後就明天吃 我也覺得是 因為如果你不是的話 如果你今天薄 是打算大選出賣結果 市場移動的話 其實我今天給你 就沒有什麼大啟示 但是 產品上一定有的 在網站到時隨時可以上去找 包括你剛才說起資金流 說起恆治街貨圖 你看到牛熊街貨都縮得很厲害 你看到街貨的坊 其實貼價來說 不是太多重貨區 唯一一個重貨區 叫做下面兩萬至一萬 一萬九千九 叫做多一點點 但是你說 以一個重貨區的標準來說 每一百點 其實只有一千二百張出頭的話 其實不算重 所以你近期都是比較 等待大事件出爐 反而今天的新訊號 都是講大選 等一下 開了一個 這個 這個圖應該大家看得多了 這陣子 阿索最新的大選 怎麼看 我現在正在看 我覺得 反而 我現在每一天 我前陣子 我差不多 我又 幾個月 我又 至於差不多兩個多月前 我每一天 那時候為何會留意 Bili Bili 我每一天都 起碼看一個半小時 Bili Bili 我回到大陸那些 他在講大選 我看Bili Bili的網 不是看一隻鼓 對 一隻網 一隻網 那都是留意到Bili Bili的那隻鼓 這樣實在是講的 我覺得他裏面那些 很多那些 當然他很多都是 美國那些 可能一些 叫做他翻譯 那些 但香港很少 他是把圖逐個去計算 那我想現在 大家是比較確定 我想大家計算的 兩個都大約二百五到 他二百七十就可以拿過 就是拿過了 現在他比較 因為賓夕法尼亞 大家都在看賓夕法尼亞 搖擺賓州 真的搖擺賓州 就是搖擺賓州 就是十九票的 這個 他提前投票 賓夕法尼亞 他不是多的 他一向的傳統是不多 還有他的共和黨註冊 因為Elon Musk那樣 令共和黨註冊 是多了很多的 例如你這樣 看不看到這個人 現在你看到他提前投票 其實他差幾百分 只有兩百分 你想想想 這個是不是賓夕法尼亞 賓夕法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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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註冊民主黨 一定會投民主黨 但其實他可以不投的 其實他這次獲勝的票 他不算獲勝 好像現在獲勝 最新更新的四十萬張 拜登當時獲勝一百萬票 最後才獲勝一百萬票 還要獲勝拜登曲線才獲勝一百萬票 現在你還是贏了四十萬票 那有機會 其實川普的優勢是多大 但這次也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共和黨其實這次的提早投票 其實是高了的 如果根據大陸的分析 其實你看得到 他是高了一點 因為他又呼籲到 他要去提早投票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有優勢 但這件事情 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那天 你只看著這一個州份 基本上其他地方 其實每一個州都沒有什麼爭議 他另外一個就 其他地方其實就 我想如果看他的圖片 其實爭議性 就算有淺紅、淺藍 其實爭議性不算很大 還有就算有爭議 他的票不夠多 所以現在真的 搖擺州就是看賓治法尼亞 總括來說 你會看到 去到最後關頭 又是發覺選情 都是挺膠著 其實就不是說 某一邊一面倒贏 但是反而金融市場 你會看到之前 都相當一面倒 你看到大家環球的金融市場 在資產的取態方面 都是傾向有一個 特朗普投資的影子出來 好像提前 明明他可能 你當最盡 去到六四開 但是市場 一早就已經優勢 當他贏硬地去做些部署 你會見到 不單止是 所謂特朗普投資 比較受惠的資產 動得厲害 或者過股動得厲害 包括連你看到很多 機構出的報告的話 都是在評論這件事 都是在說 大家都在特朗普投資 贏 但是下一步就要想 OK 馬上大選就要有結果 當然他好像沒有這麼早出結果 是 但是 情況一就是 特朗普投資 特朗普投資 如果他選 邏輯上 是不是之前 金融資產上的特朗普投資 全部買錯了 會不會到其時 特朗普投資 會逆轉呢 這個是情況一 情況二 就是算是當地特朗普真的選到 但是 其實近幾天 我看到很多 包括外資也好 中資也好 很多機構出報告 特朗普投資策略的時候 都會提到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 反而會不會選出來 即使特朗普已經選到 但是因為大家 已經提前解決了 已經提前優惠了 會不會到其時 反而就出現所謂的 建光死 這個也是剛才索索有提到的 我覺得他最好出來 其實最好 當然我自己就 我覺得 我自己就不太支持了 共和黨贏了參眾兩院 賀錦麗贏總統 這個是對金融市場最好的 即是分裂的 即是制衡一點 分裂的 其實最差最差的環境 反而是特朗普贏了 共和黨贏了全球 即是他拿了旗 他拿了旗 那到時呢 怕民粹 真的怕說 還有特朗普不會再連任 那他就所有事情 真的會搬回美國那一下 那這一下會 其實這一下Elon Musk也有說 Elon Musk也說 如果你們 會忍受一個很痛苦的短期調整 之後他就說沒事 Elon Musk也說得到 其實很多人都預期這一下的跌幅會很大 但這一下很短線 所以大家看 當然最好 你說馬上邀請的 我覺得是賀錦麗贏 共和黨贏了參眾兩院 沒錯 大家都覺得很多事情 你未必通過 維持現在這個現狀 還有你也不會說貿易戰有升級 或者減稅方面有過激 全部的事情都會正正常常 這件事情是最好的 是啊 所以你說 因為剛才也說過 譬如你分析情況 賀錦麗贏 特朗普可能會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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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人吃虎 特朗普可能會逆轉 是 變回上 也有些市場分析 就是擔心著 或是他已經在想著策略上 如果部署選完之後 特朗普可能逆轉 其實你有什麼好做 所以譬如你建議比特朗普為首 就是大類的資產 你建議比特朗普為首 就開始就叫做 不再一面倒了 反過來做 有些倉位出回來 港股其實 你說直接跟特朗普受惠 其實也不多 但是如果你說逆轉特朗普 其實有股是有機會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那個有 大家都知道 以特朗普的角度來說 其實那個有 這一段時間都捱得很厲害 當然有有自己的因素 但是如果有人逆轉特朗普 或者賀錦麗贏的話 譬如你說有的那些之後 是否有機會做得更好呢 而且你說港股方面 三桶有當然也要看中特股那件事 今個星期又開會了 也有些分析 就是都在想著 會不會在11月開完會 之後美國那邊大選又陳埃落定 會不會再有一個政策出來 有一個行程出來 所以有股這些位置是可以先保持 看看 阿索尼有最近有沒有看 有我就等巴菲特出售 因為我自己正在看一隻OXY 我覺得他如果有機會 到時跌下來 巴菲特出售爭辭 因為他60元以下 他很久沒有爭辭 我自己覺得那個位置挺便宜的 我自己正在看有 反而港股的有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上個星期 其實那時中海又出業績 應該是星期一 那時我覺得一定會跌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很簡單 我覺得有股 無論是業績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即是接下來一定是 即是都算OK的 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反而覺得現在的市 大家的風險偏好是更好 雖然現在可能市不動 但你現在是說20,500不動 你之前是說17,000 16,500 其實你高了4,000個位 即是4,000點 那我覺得在這個位 反而那些人會食股 沽一些有股出來 去投資一些比較 可能小米 即是更加進取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油和電訊 都有機會是 就算是好消息 都有機會跌 即是它無論怎樣 它會慢慢地 陰跌那一種 走淺 反而那些人去風險偏好 那我想如果油的刺激 要是真的 即是可能總統選舉 之後 看看油怎麼走 但其實如果你說油的話 很多人都說 川普上去的油股會好 但其實 我一看不同的分析 其實賀錦麗上去 即是民主黨上去 反而未必那麼差 因為川普上去 你大機會會 即是 停火 還有它會增加供應 那很多東西 其實你對油 是未必有利 還有沙特那些應該會配合的 但沙特那些 你跟賀錦麗那些 其實不適合的 即是民主黨不適合 以及以色列那裡 他都不會理會你 那這樣的話 反而那個戰線 有機會再交著 還有它說 即是 那些什麼 它一直叫做分裂法 去轉油 其實我覺得賀錦麗上的話 他現在說 其實他一向都不支持 我覺得他有機會到時就 當我沒有說過 打工手 或者到時說我要研究 其實他不用的 他就這樣說 那我們的環保條例 再研究一下 或者大家可能 技術上的事情再談一談 說真的 你拖多一年半載 什麼都已經過去了 那些人都忘記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反而民主黨上去 其實對油 油價來說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 Donald Trump上去應該一個 大家都預測 和平 還有油的支持 他一定會加的 因為這次 其實油公司 都捐了幾多 去支持Donald Trump 還有Donald Trump 當時也有威脅過 油公司 如果你不投我的話 你到時就沒有 類似 別人不會支持你 所以我自己覺得油是 你純於油價來說 我覺得Donald Trump上去會跌 但是看港股這邊 我看到觀眾都問我 我可不可以搖呢 如果是這樣 即是說我的資金 你不要當這隻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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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遮住那個Ticker 其實這個都 喂 你現在去密保了 又要大筆一輝 我好像第一次看你即場作畫 好厲害 上次畫的蟹貨 那隻蟹 其實是畫得下的 對 你看看這些三角形 還有上面有頂 其實你想想這些位置是穿著的 嗯 即是這些位置一穿 特別在這些位置 其實你要做淡 譬如這個位置做淡 你的指示位置很近 因為這裡一穿 其實你叫做下面 全部是空的 這裡是空的 但是這個位置 如果你說真的向下失敗 這裡有支援彈上去 那麼你的指示位置很近 而且你很容易看得到這裡的支援彈 但是你上面 如果這裡一穿 上面整個頂 你下面是無限 你下面已經去到差不多 整個十三元的位置 是 所以我覺得 還有 說真的一句 你不要說這隻是什麼 你怎麼看純體圖 這塊整個山 這樣 存了那麼久 十八元以上的 讓人們擺得慢 可以一下子穿 那麼你上面那頂很重 所以我覺得 順技術圖看 其實這幅圖都不是你的 明白 讓你說一說 立即看看 這個產品出來 他一畫 你是不是覺得很有說服力 我上次有這隻 還有這隻 你有沒有被人擦走 被人擦走 不要緊 你即場作畫 九八一隻蟹 是不是九八一有上次的蟹 還是九四 不是九四 哪隻蟹 他暈了很大隻 九九六 是否九八一呢 上次那隻蟹 大家記不記得 上次那隻 九四一 應該不是九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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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隻 中芯 中芯 好像是中芯 誰拆了你的蟹 是不知道被人拆了 是九八一 算了 我記得 不是啊 你看八八三 還是重新開一次就沒有 可能是 不是啊 有啊 你的畫很巨型 大家 不是啊 說真的 你看那些 你想想 對上一次突破 那個突破也在 你想想 這個突破 那個時候畫出來的 這個八八三 這個突破 這個位 師兄 什麼情況 破 破 這個位 孤 孤 好 好 沒有支持 哇 他越來越複雜 對 他已經不甘心於只是畫一幅畫 是 他要提字 提字 好 好 我們先找個產品 八八三 的 所以你說 我們這些節目沒有夾過 你看我前面 你見我前面那麼多前戲 我是想說一下 然後 然後 然後一來就 不有氣 一來就說 來個反高潮 對 這個 這個 也有人看看 行駛 行駛 十六個半 看看 十六個半 在你的圖片 是什麼位置 十六個半 這裡 你接筆在哪裡 對 十六個半 這裡 對 那OK 如果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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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剛剛也有幾個觀眾問 這張 二四四一四 這張 這張是之前出訂的 去到這個位置的話 剛剛好行駛 剛剛用得來 到其日 二月 大概三個月左右 一乘教育的幅度 七倍槓桿 這些都適合 用的了 一加四十 不是啊 中芯都是 中芯 中芯啊 中芯 之前都在那裡 中芯比較難處理 中芯最多有證明不處理 中芯今天有什麼 就是它有些壓力的了 我那時候二十六個多 斬得很痛啊 但都 原來都高過之前的位置 沒辦法的 中芯 中芯這些蟹貨區 是 那個壓力有機會幾大 也不是有機會很大 這個 等一下 我來了來了 我記得上個四月怎麼說 這裡 上蟹 接著之後就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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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上次畫得漂亮一點 上次畫得漂亮一點 是 鉗好像畫得漂亮一點 這個像蜘蛛多一點 這個像貓 這個像貓 像貓 像貓 有什麼 清除了嗎 有 擦字膠 有 但是你先擦下面 你應該先畫複雜一點 對 你要先畫蟹身 對 畫蟹眼 對 上次的蟹是很漂亮的 畫得 哈哈 哈哈 蟹有多少隻腳 六 八 應該是兩個蟹 然後六個 六隻腳 六隻腳 對 六隻嗎 蟹有多少隻腳 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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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沒有那麼多 一定沒有那麼多 你先畫六隻 待會觀眾幫你塗一下十隻 你再加上蟹 我記得上次還要 有人問我寫蟹 我說我懂字 蟹 蟹 蟹 還有一個指標就是 他其實 籃場來說 真的高位的時候 因為那些情緒太 情緒厲害 所以高位其實 那天 其實高位衝的 用槓桿衝的都不少 所以下來 但是下來 紫舌盤有些 但是還有些 是繼續坐下 對 因為我那天斬 為什麼我覺得多蟹呢 我那天是二十九個半買 我二十七的時候 其實我是設了指示盤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斬呢 我是那天 午餐之前去睡覺 睡了五歲 睡了美容覺 之後 起床的時候 檢查一下我的槓怎樣 然後我看到市跌 我還沒按中心之前 好像看賭博那些 不想脫著中心 立刻按進去看一看 他輸了多少 一看我的槓呢 我見了 沒有了 我的槓沒有了 原來我自動止蝕了 如果說真的 如果我那天看到只有二十六個多 我可能未必會止蝕 因為那天跌了七個百分之九個百分之 我是止蝕了 因為我是 真是 一早就放了命令 然後去睡覺 然後之後 因為我把這個報告 在某個圈裡 就是某個圈裡 很多人勸我 他就說 你不再看兩天 我都是 有些人騷了我的圖 三十元買 我也忍多一會 我就知道 那一刻其實不是很多人肯止蝕 因為我那一刻真的是夠炒的 因為我之前說得明是夠炒的 因為那一下子的資金流很強 那 我覺得如果不是像我那樣 立刻止蝕 我覺得是有些蟹在 所以你剛剛說的資金流 我也覺得是正常的 即是說真的 你三十元衝那些 他可能 未必個個這麼決斷 那一刻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有一個更好的消息 才有二十六元這些位 一下子衝破了蟹貨 他回到三十元 我覺得這個挺難的 嗯 所以他短期有機會 還未能走得 好像之前那樣厲害 那這個要留意 不過反而就 如果你說 有些人 不過我見觀眾 好像不多說 不多問 應該不多人很好 反而就說 如果你真的還好 遲止蝕會不會也好 過不止蝕呢 如果真的有觀眾還在維持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你說真的一句 那你沒有止蝕 也可能也沒有 那你不如等到結果 就等到這個月 等到這個月 可能看看有沒有什麼 跟著 等到選總統 或者還有開會 好啊 那些人說蟹得兩隻腳 喂 你是不是去那間黑店 蟹得兩隻腳 你那隻蝦 喂 你還有會不會去那間黑店 你捕軍的時候 你捕軍的時候 你捕軍的時候十隻腳 然後出來就只有兩隻腳 他是不是在說我啊 就是說我蟹 但是我只有兩隻腳 不是 現在部長出來說 然後你問他 為何有這麼少腳 那些部長說 蟹就是只有兩隻腳 那些部長說 給多你一下 唉 少了 說完蟹就說完 因為我見有人問 不如買一隻 我們最強的 小米還不給觀眾 小米 小米 今天是不是 亂神 今天 我今早見他黏著我 現在是不是 但是他幾次回下來 其實都會賣上去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追 或者小米真的追得過 今天 小米美團 我也覺得 小米美團 回下來追得過 嗯 今早反而有些人追回 上個星期 反而吃虎的多 今天 就說 今天那些人又開回 又開始 就是過完 比特朗 臨選之前 都買回一些薄草 小米是其中一隻 這隻 這隻 今早 一開 就仍在兩毫半 以下 這隻 剛剛摘著兩毫半 邊 但條款上 這隻的槓桿 和價位幅度 其實都是剛剛好 即是 如果你駁小米 向上 就是來多一兩棍 那這些 有五倍槓桿 一成了價位幅度 其實都剛剛好 如果小米再上 這些 就剛剛好 都沒有倒價 24947 其中一隻 今早 都多人去即市搞 至於美團 美團 都是博過市 都是博過市上 博過市上 其實它之前 如果拍攝其他 大隻的鼓 來說 都真的相對強 那麼 27960 這隻 都有一些資金去炒 不過這隻 即市的資金 反而見到多 因為這隻的敏感度OK 你不要看它的價位幅度 叫做有四成以上 但其實如果你拍攝美團 那些叫的話 大部份 都是要做這些價位幅度 原因是因為 要有這麼多的價位幅度 才實際槓桿 做回有四倍五倍 但是你見一些資金 就是 起碼都要選四倍五倍 才喜歡炒 或知道你的價位幅度 美團來說 也是因為它本身 都有一定的波動性 那波動性方面 市場的定價都不低 所以就算價外少少 所以那個敏感度都OK 如果你同樣 譬如這隻匯豐四成價外的話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敏感度可言 因為四成 如果對於匯豐來說 是超級價外的 但是對於美團來說 都OK 五倍共鋼這隻 27960 美團要爆很快 對於美團 說真的 你不要說些什麼 你覺得好像很誇張 我只要看一個 我只要看美團 譬如《Year Today》來說 你覺得《Year Today》升到多少 你猜一下 大家猜一下 Kithi猜一下 《Year Today》你覺得美團 由今年1月1日到現在升到多少 七成 你覺得呢 七成嗎 不要問你 大家覺得這麼不專業 1.3倍 美團 1.3倍 1.3倍 129.67% 就是1.3倍 其實怎麼說呢 就是 對 我覺得Sam說的很正確 你不可以當匯豐這樣看 因為其實美團是要走不走 即使小米要走也很快 所以我自己覺得美團可以 你覺得美團有差一個 美團你見到也是 譬如我這裡選了全港所有的美團 你比較一下 以成交例牌的話 你見到Hit那些 其實教育幅度大部分都要拉高一點 槓桿才能做到四、五倍 其實美團那些算是這樣的 你9988的槓桿 還有那個教育幅度 有些都要拉到做什麼 而且你9988很多 你見到是四、五倍左右 反而 因為剛剛有人問說 如果賣爆升的話 反而 有一個科子Call 最近人們都買到一本街貨 就是25、25、25 因為這隻就是科子Call 如果你賣科技股的話 本身的科子相關度可以 一籃子 而它的條款上 你見的槓桿就不同了 這隻的槓桿做到有十倍以上 這隻也是比較偏短年薪 而且這隻十倍樓上的槓桿 不是說超級價外 因為行使價2、3、0、3、3 算5元 就是若磨一成鬆一點 5元其實今年也到過了 所以這隻 近來很多人博 即使活動的話 都會有些資金 看到是厚這一隻的 還有買這隻 它有些資金 看到的尺寸相對就會大一點 嗯 用只是25、25、25 又或者譬如國子 國子之前不是新出的 國子也有少許的 但是國子因為這隻就出場一點 所以這隻的槓桿沒有那麼高 但是國子有一樣好 就是國子它之前就跑贏 跑贏行使科子 近這一兩個星期科子強一點 因為科子的車股 近這一兩個星期也有三勝 相對上 你那些車股 我也想提一提 吉利 我之前覺得它有些回得心 但它真的算OK 大家我覺得你的吉利又可以重新看 因為吉利和中心 有些同事是炒的 你想想 大家同事其實都不一樣的 但我猜不到吉利這樣回下去 它能夠抽到上來 我覺得這隻不差的 但你說是否現在可以賣得住 還是什麼 我可以看一看 但我覺得吉利可以放在視訊頁 因為它算是回得深 而彈得算是快 我覺得這隻吉利 你看 因為它上兩個星期也會回得很快 你看 它那幾棍其實是回得深的 是 他那時候差不多十五個半的位置 十五個多 他一回到就回到十三個多 十三個多 就是回了十幾 他算是很要力的 所以我覺得吉利是OK 好要力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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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的話 政府當然沒問題 卵的話要小心一點 因為卵的話 其實有些 你如果真的要選貼價的那些 例如舉個例子 例如貼價27953這些為例 現價已經三毫多指 也是貼價相對短年期 吉利的卵普遍相對長年期 因為通常都比較新鮮 這陣子才出 而這些現價已經三毫多指 其實買買差價已經開始有一定買差價了 如果你吉利之後再升得比較多 即是再爆升那些的話 當然他都更升 但你要留意 這個買買差價 如果它越升的話 這個買買差價有機會 因為條款的變化問題 有機會越闊 所以你說現價去留意的話 有些兩毫半附近 譬如你二八七二三這些 因為它本身是十對一的卵 所以你如果拿買買差價的話 相對就會拍得齊些 條款上十對一和五對一的分別 如果這些條款上 一些五對一已經到達三四毫子的 就算看來像貼架和高桿桿一樣 也要做 就算不使用成交差平台 你看看報價 講起實時,我現在就出了實時報價 新的 這個直接接駁我們系統 你可以直接,就算不使用報價機 你在我們的網上看我們的信證產品 CodePood牛熊 你也看到我們實時的賣物本 當然,數據傳輸有少許延遲 然後,剛剛那個200 剛剛說3033 3033 25425 說了那個就可以了 因為短期的話,25425相對比較好 這隻 《風是頑張》是嗎? Pack叫的那個 《風是頑張》 不懂 1928 觀眾問,金沙怎麼看? 1928這些位置,是今天有少許人玩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月頭效應 還有,因為今早曾經就那些消費股 看到是都動的 但是,不是說很大看頭 但是金沙這些位置,看到有少許人去搏一下 這些位置有沒有搏呢? 阿索覺得 我反而,我覺得金沙 其實它之前叫我十三個多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是太過誇張 《風是頑張》 不是,那時候我有買的 還有我覺得挺瘋狂的 那時候,20元這些位置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還有機會上一些 即是如果你選擇Fair的話 我覺得還有 還有,2000億的 其實市值我覺得差不多 2000億 即是你還有一成半的這些位置 我覺得值得那麼差 因為你看澳門的數據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不差 只不過可能整個 大家對市場是特別悲觀的 我現在被這個錶閃到 一舉手 就是希望這樣 我閃到 其實我不是很廣告的 有時候 不是,真的我不太習慣的 不過 但是他現在經常這樣 不是啊,真的 不是閃到 是 他說遲些帶多隻金色 哇 我的眼睛 不是,我不想的 其實我不想 大家知道我比較低調 不過就 哈哈 哎呀,那一巴掌 還有金沙 黃沙對1928 1928 1928 看到有少許人就罵這些 跟索國華仔就 不知道是否有關 因為如果你說數據上 還有你見一些 政策有些出口風出來 是 那都了一下了一下 那麼 27949 這隻條款 其中一隻 兩三成價外 四倍槓桿 那金沙的話 其實這些就 這隻沒有記錯 好像是獨家條款 要查一下 類似這些 也有蠔八子 蠔九子 附近這些價位 嗯 接著就 我見有人問了 《浩瑪特》 《浩瑪特》 還有今天就是《9961》 《9961》 是的 《9961》很強 厲害 真的嗎 先去《9661》 這隻 這隻 是的 我看到小珍和牛 那個時段 對 也厲害 在玩這隻 2003.4 這隻 這隻 條款上的話 這些全部都是新出 也是因為新出 之後 條款設局長一點 那麽 那個槓桿去到三倍左右 所以你說 如果你說 要選擇一些 有兩三成較外幅度 又很短的 那些的話 其實是不一定的 反而 短年期的話 你要小心 會不會太短 因為 我見到 市面上 也有一些 是 正在賣一些 很短年期 譬如這些 有些 11月到期 12月到期 包括 你自己這隻 這隻也是很短年期 但這些 你要留意 風險 其實它 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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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麼短年期 實際的槓桿 跟它真的 出入 會更明顯 因為 這些實際槓桿 參考數字 其實就是 用普通公式計算 跟真正的模型 是不同的 這些 全部都要留意 所以你說 選擇到這麽短的話 以高風險 高回報 這些事情 就要自己想 相反上 如果你說真的 駁它 跟得貼一點 那 價 跟得足一點 容易理解一點的話 你一定會選擇 駁駁駁駁 這些駁駁的升跌 也好 其實相對是比較容易理解到 還有二八三個四這些 不要說下下就貪 或者買的一定要沖到十個槓桿 然後至於網站 網站有沒有可以幫我 我是否可以直接把我 copy and paste 可以 可以 不行 叫阿謙 做個手箱 不 大家留意一下吉利 這隻吉利 這隻吉利 算是合理的 這隻吉利 它是跌得來 回得來 它是可以的 不過有觀眾在說 A50 其實你不如 如果你真的 我看A股人 擔回3300 大家又等著開會 其實我都不如看看 1336 或者是2628 特別是1336 我覺得這些是很強的 雲仔 辯配器 辯配器 因為它第一件事 我見現在有些人炒內訪 我今天午飯 才跟一個銀行家 聊天 他說有些家業員這樣說 他說內訪是當選擇的 就是當選擇的 就是當選擇的 或者當 就是 總之他們是遇到高風險 高回報 或者是有機會輸了 然後 我今天就回答他一個 那 你不如正正經經 如果你真的當選擇的 你不如正正經經 找選擇的 或者找籃 或者再不是 其實我覺得一般的 你其實退一步去想 如果A股真的升 以及都跟內訪有關 其實保險股真的不差 你看這片牌的屎回 26、28 那些都叫做浪主 這個上次我們有說到 這隻133 133配器 我錄了我忘記買 今天都有20格 來吧 這個 根本這個證股就還了 252 這隻變配器 我也是 他算是強的 我也是那天聽它說完 都好像塵塵 出一隻 因為這隻 新華保險 老實說 籃牆一定不熱門 嗯 籃牆熱門 一定是26、28 和23、18 是 那這隻 出了到現在 其實很多的籃價 都在這些位置上上下下下 是 正如這些位置上下下 你看看網站 這裡有個實時買賣價 隱身波幅 其實也 67.8 但是 你調整這裡 可以看到五日平均隱身 五日平均隱身 你見到66.3 就是 你過去五日來說 其實它的貨幅 還要微微升 一點 變成 都是在說那件事 整個市場 其實 市場雖然不動 但是市場 是價錢中後市 其實是會動的 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留意 那麼 252.1 這隻 變配器 變配器 嗯 變配器 這隻 就槓桿造四倍左右 252.1 然後 有人問A5 A5 是 是 卵場的話 A股指數上的資金流 9月、10月來說 反而3188的資金流是多的 因為大家知道 卵場的話 就 A股相關的指數都有 召喚牛紅都有 但是如果你說 單一個類別 之前9月和10月的行程 最多資金流的話 其實就是3188的資金流最多 例如你看 你用街貨量來排 你看到 其實都有幾隻 街貨量挺高 譬如這隻召喚 都100%街貨 這隻有一半街貨 其他都有很多街貨 嗯 之前來講 多就是多用心血白白來做的 你說下一陣會不會都是 其實你可以留意 至於你說選擇的話 剛剛也說了 有些已經高街貨 高街貨的其實是比一比 反而低街貨的話 就貼價有這隻 23675 不過 是 不過先 不過 哈哈哈哈 不過 不過這個已經去到3、4號 所以這些大家未必會喜歡 大隻 對 反而27756 這兩日計算是相對多些 這些資金流好像是相對新鮮 我先看看是否 對 這個月頭買錯了 這隻 這隻其中一隻 因為它很多就升了上去 你看到2號半 3號 這些 這隻相對高一點 嗯 這隻 27756 27756 是嗎 好 318856 318856 應該答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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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9961也答了了吧 9961也答了了吧 9961 有啊 283.4 283.4 然後1928也答了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下個禮拜一再來的時候 希望事業不要再這樣 應該不會了吧 不會了吧 下個禮拜一上來 希望不要再在這個位置 我已經連續幾個禮拜一上來 都是這些位置 我想起碼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睡著 瓊著了 阿Sam有沒有申報嗎 剛才所說的 雙述提及的股份是無次有的 好 謝謝 再見 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